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 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许英秀的演艺人生 今天将会和大家分享她演过的电影和她拍过的电视剧 首先分享她演过的电影 1951年七虎杜金摊 1952年江水王夜祭真妃 歌唱十二差 1953年 1953年有黄飞鸿一郡伏三霸 然后是姚山奪艳妓 然后到1955年 1955年有歌唱狼龟晚 咬碎凌之 彩凤入谁家 赵五良千里尋夫 臥身尝胆 和陈秀 然后是1956年 1956年有方世玉 救红器官 《桃花女斗法》 《桃花女斗法》 《柳文申抱恶家姑》 《贾凤凰》 《三五佳琪》 《一绑三藏圆》 然后到1957年 1957年演出有《十五冠》 《打劫阴斯路》 《软皮蛇》 《三斗老虎娜》 《妙善公主》 《猛鬼桥》 《八仙骂江南》 《鲍公三审血掌忍》 《阿难加阿瑞》 《牧难从军》 《天机宋子》 《七器苏蠢》 和《黄飞虎》 《反五关》 接着到1958年 1958年的演出有 《新玉山藏坦记》 《胡不归》 《水冰心三戏过旗祖》 《喜临门》 《京差记》 《第七号司机》 《玉堂春》 《桃花仙子》 接着到1959年 1959年的演出就包括有 《桃花女二度夏帆》 《凤竹消殘,淚味乾》 《出嫁重夫》 《鹿月雪》 《夸凤成龙》 《好女吾论嫁妝衣》 《友仔曼是足》 《安陸山夜祭桂妃粉》 《万里琵琶关外月》 《春风秋雨又三年》 《孝錦冬家姑》 《刀下美人魂》等 接着到1960年 1960年 許英秀的演出就包括 《琴挑舞》 《花登记》 《红梅白雪》 《何新春》 《琴挑舞》 然後是1961年 1961年包括有 《沙三少与肖銀者》 《小洪梁》 《萬劫孤兒》 《星月曾輝》 《花木蘭》 《毛頭正公》 《舊子鬧金戀》 《神燈焕太子》 《桃花线》 《步步高星》 《7 rang出來》 《我本《ANT光》 《四十多冬藏文》 《苓早些冬藏文》 《下 hazardsajoرو》 《市場犯文》 《陈古 孤七友奇遇忌,奇女涉一兩,方世玉武當山招親,火焰山,關東大俠白骨譚奪寶記,春滿帝皇家,方世玉擂台救武。 然後到1963年,1963年有紫霞杯,少女懷春,狐灰賣人頭,武潘安,春風得以鳳和名,八仙鬧東海,男婚女嫁,情合情守, 富貴滿華堂,五鼠鬧東京,治君別後,天叢人怨,兩個猛仔爭老豆,祭公活佛和錦秀天堂。 然後到1964年,1965年,1965年有聖劍風雲的上下閘,逼落紅塵,劫火紅蓮, 第2集,第2集和第3集。 然後到1967年,1967年有《玉女神偷》,《風流財子》,《肖丫環》。 然後到1968年,1968年有《大家歡樂在今宵》,《拿渣鬧東海》,《小五二大破銅網陣》,《免死金牌》,《飛龍刀》。 然後到1969年,1969年有《銀刀血劍》,《黃飛鴻肉血流黃谷》,《玉女劍》,《雌雄妙賊》,《奪命雌雄劍》,《艷合紅玫瑰》。 然後到1970年,1970年有《修良》,《迷人的愛情》,《獨掌鎮龍門》,《�瓊花仙子》,《阿牛入成記》,《雙星伴月》,《雙星伴月》。 這套《雙星伴月》是1957年。 1978年有《狗咬狗》,《偷食、搶食、賺飯食》。 另外也是1978年的《菊鴻》,《79年》,《掃王奇吹綠》。 然後1980年,《罪蛇小子》,《轎王一哥》,《古惑狗》。 就是這樣,《狗咬狗》。 然後就是1981年的《龍禁威》, 1982年的《薩出西營盤》,《巡城馬》。 1983年的《星際遁胎》,《空心大少爺》。 1984年有《伊人再見》,《馬號炮》,《多情種》,《貓頭鷹與小飛掌》。 《聖誕快樂》,《鐵板燒》,《摩登仙里奇緣》。 然後就是1985年,《開心樂園》,《智勇三寶》,《吉仁天相》,《摩錯骨》和《寬腸》。 然後就是1988年,《精裝追女仔》,《殺之戀》,《最佳選友》,《八星報喜》,《求愛錦死隊》,《最佳選友》,《闖情關》。 然後就是1989年,《非月黃昏》,《鬼溝人》,《瀟灑先生》,《三郎奇案》。 然後就是1990年,《無敵幸運星》,《靚足一百分》。 然後就是1991年,1991年的作品就是《婚姻物語》。 這套《婚姻物語》也是許英秀最後拍攝的電影。 接下來就分享一下許英秀在《麗的》和《亞洲電視》拍攝過的電視劇。 1975年有《十大奇案》。 1976年有《大家姐》《十大刺客》。 1977年有《電視人》。 1978年有《鱷魚類》《變色龍》。 《碗花洗劍綠》《十二生潮》和《奇兵三十六》。 1979年有《天龍決》。 《露劍鳴》《浮生綠劫》。 《浪淺長堤》《大地恩情》。 然後到1981年。 1981年拍攝過的電視劇有《肉血太平山》。 《大昏迷》。 《載匯太平山》。 《對對虎》。 《甜甜24味》。 《阿拉丹梯》。 1982年有《陳真》。《粒突神探》。《封塵三奇俠》。 《家春秋》。《在見狂偶》。《家姐弟弟非法譜》。 然後到1983年拍攝過《唐伯虎》《三氣秋香》。《八尾塗》。《鐵膽英雄》。 然後到1984年。《一零一拘捕令》《八仙過海》。 這是1985年。 然後到1985年還有《諸葛亮》《平忠俠影陸》。 然後在1986年有《秦始皇》《通寧》《拿渣》。 1987年有《鐵血藍天》和《皇家黨案》 1989年有《上海風雲之曾鴻歲月》 此外,他亦在香港電台電視部拍過幾部劇 1976年是《獅子山下的農村》 1977年也是《獅子山下的第二個》 然後是《小時候的老人與淺》 《屋蟬下的逆站》和《八一年的好時光》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許英秀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也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希望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NURM頻道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另一個月劇命令和大家分享 好,到時見,拜拜! 拜拜!